7月27号,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将开始试运行 三星堆出土的古属秘宝如何安全到新家 记者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体验文物搬家 据介绍,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1500余件文物 包括300余件三星堆遗址3号至8号祭祀坑新出土的文物 整体搬迁的文物会统一在新馆库房存放 再根据布展计划逐渐陈列在展厅中 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综合馆和青龙馆的这批文物 我们也要把它集中到新馆库房来 同时还有一批就是在我们文宝中心库房里面的这些文物也会集中在新馆 同时最主要的一部分文物是我们这一次新的六个基石坑出土的这批文物 这批文物有大概300多件 大部分是在我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广汉基地的库房里面 余健介绍,文物搬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文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 针对不同材质特点的文物 他们也制定了不同的包装运输方案 这一次是请了专门的那个文物包装和运输公司来做整个文物的包装和运输 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有大量的陶器 因为陶器它比较脆弱 而且它也大部分是经过修复的 所以我们对这批陶器专门进行了仔细的设计的一些包装方案 而对于出土后就一直住在博物馆里的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神术等大型国宝级文物而言 桥迁安全更是必须步步精心 对着文物的这种扳洞是首先第一个安全第一个 这个大理人当时在坑头出土的时候主要就是脆弱了 它就是扳成两段 它中间加固部分是脆弱部分 特别是它的桌子 你看我们都是用这个新铜来加固 它的手里连都是找得最强壮的地方 主要就是怕它从远来的地方再断练 在青铜立人像稳稳助力在新馆展厅内后 一号青铜神术的搬运也正式开始 通高3.96米的一号青铜神术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 共有9个树枝 如何加固树枝 拆分树做树干成为神术搬迁的首要难题 青铜神术它本身有三层9个树枝 那么这些树枝也是当时是90年代修复的 所以我们现在计划就是要对青铜神术的树枝 给它做一个固定的处理 主要就是采用像我们用的一个木块 给它整个一个木条 对它三个就是每一层的一个树枝 都给它进行一个固定作用 一号青铜神术仅加固就持续了约六个小时 随后分离的一号青铜神术前后被送往新馆 并在六米多高的全新展柜中再次合二为一 据悉三星对博物馆新馆占地面积66亩 它的原始的状态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我们会通过就数字采集的形式 把它三维数据采集好 然后再通过数字模拟复原的方式 把这件器物进行拼对补配和绞型 那么再把这个三维数据再通过一比一 三地打印的方式把器物给它打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看实物它现在的状况 然后再通过看一比一三地打印的模型 然后再看我们的三维模拟复原的媒体资料 可以能够看到这件器物是如何把它一件一件拼接成完整的 这种展成方式可能也是我们整个新馆 这也是展成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所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